美國海軍無人羈群演練 向中共釋放訊號 中國維權律師妻兒的母親節 趴在窗外聽法的少年 感恩師傅引領人生路 各位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中國禁聞 四川汶川512大地震13週年紀念日即將到來 中共黨媒沒有悼念在地震中死難的數千學童 卻高調對一隻將要死去的豬表示哀傷 這隻在地震中倖存的豬被稱為豬堅強 13年來被中共奉為弘揚正能量的吉祥物 成為中共喪事喜辦的標誌 5月1號 這隻豬所在的建川博物館發消息說 豬堅強已經進入了彌留狀態 即將死亡 隨後 包括《人民日報》、《新華網》、《中國新聞網》等 在內的中共黨媒紛紛報道 聲稱他實現了一隻豬的天賦之年 另一方面 在地震中死於豆腐渣工程的數千名學生 他們的家長卻依然走在艱難的維權路上 據香港電臺報導 這些家長至今無法走出喪子之痛 有的還因為堅持維權 討公道 被多次關押 損害了健康 生活淒慘 好 我們再把目光轉向香港 今年是六四天安門屠殺事件32週年 6月4號是港版國安法生效後的 首個六四事件的紀念日 香港支聯會表示 他們不具惡法 將繼續30多年的傳統 如期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燭光晚會 支聯會5月9號在旺角擺設街站派發蠟燭 聲援天安門母親 並呼籲市民6月4號到維園舉起燭光 悼念六四的死難者 支聯會的副主席鄒幸彤表示 無論警方是否反對 他都將手持燭光進入維園 好 下面請收看《時事禁聞》 美國海軍上個月底首次用無人機群 與一艘驅逐艦演練協調作戰 摧毀了一艘水面無人艦艇 軍方雖然沒有詳細披露演練的詳情 但報導指出 這次演練的目的 是在向中共釋放一個清晰的訊號 在美國加州海岸附近 美國太平洋艦隊進行了一場 無人機系統綜合作戰問題演習 在這次演習中 無人機群首次摧毀了一艘 水面無人駕駛的艦艇 而同一演練的導彈驅逐艦約翰·芬恩號 也發射反艦導彈進行協調作戰 海軍官員並沒有透露 無人機群參與這次演習的細節 但是 稍早有報導指出 這次演習將包括海軍超級群中的一些元素 這個超級群項目是研究包括無人機、無人潛艇 和無人水面艦艇在內的無人機群 如何協調一致攻擊敵方艦隊 以取得最大效果 這次演習中參與攻擊的無人機 大小、型號、數量和發射方式都還是秘密 但是 美國海軍先前有多項工作 都涉及雷神公司的一款膠囊無人機系統 可以搭載電子裝置或爆炸彈頭 屬於海軍低成本無人機封群技術項目的一部分 無人水面艦艇的群協調攻擊 那這一點當然就相當震撼 三度空間的協調作戰 確實是未來美軍或是各國 正在尋求的一個作戰模式 臺灣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研究員李正修認為 當前無人機群開發項目受到重視 不僅是為了確保戰爭能夠獲勝 更重要的是減少人員傷亡 福布斯新聞4月30號報導 這次演習的目標很明確 是在向中共釋放信號 中共近年來積極發展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 部署分層的導彈和雷達系統 以阻止美國飛機和軍艦進入南海海域 而這次演習表明美軍準備對此作出回應 李正修認為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 長期在南海、東海水域巡驗 無人機群的加入具有嚇阻作用 李美時事評論員藍述認為 由於臺灣海峽最窄130公里、最寬400公里 中共軍隊一旦攻臺 勢必發揮其部署於福建、浙江和江蘇沿海基地的優勢 美國海軍發展無人機群 可彌補臺海作戰時軍力及火力上的不足 無人駕駛飛機這種新型作戰方式呢 這種作戰方式呢 它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抵消 中共在海空軍上依托它的陸地的基地作戰 所帶來的優勢 藍述認為 這次的無人機群演習 雖然並未透露詳情 但在向中共釋放清晰的信號 中共也在發展無人機群 李正修表示 目前外界很難知道中共軍方的進展 但是美國川普總統任內簽署一項行政命令 要求評估中共製造無人機帶來的任何安全風險 拜登政府上臺後 朝野呼籲 限制出售高科技芯片及芯片製造工具給中國企業 限制中共軍方的武器發展 陝西西安市燕塔區區江街的千年古村三兆村 將面臨強拆 村民聯名簽字拒絕搬遷 當地的政府調動數千名黑保安進村逼遷 中國大陸陝西省西安市燕塔區三兆村 西漢時期有11座帝王陵 其中9座位於衛河北岸 另外兩座位於衛河南岸的即渡陵與霸陵 千年以來 三兆村的村民擁有渡陵、守陵人的美名 不過這座千年古村即將面臨被強拆的命運 5月開始 當地政府每天調集數千黑保安進村 逼迫村民遷移 有村民從內部獲得消息 當地政府準備將三兆村規劃為高端別墅區 房價在10萬至15萬元之間 已經有企業盯上了 發改委正在核查申報手續 應該是從5月1號還是卸底 然後就是保安已經把村民捕捉住了 就保安怎麼那麼重大者撤回了 他沒有那個公樁 就跟他手續是不全的 然後我們去省委、市委的話 他們都說給你撤保安 出來了之後把村民搶回來之後 保安照樣是到晚上12點都還在 今天就在村口守著 今天的話已經在村裡面已經開始 那個大肆圈牌站到各個商家的門口 那此應該就是不讓我們買東西吧 三兆村村民趙女士表示 5月1號下午5點多 曲江街道辦的書記到村裡進行現場諮詢 書記找各種理由聲稱三兆村必須拆遷 村民在白布上聯合簽名 抵制不合規的拆遷政策 目前村民家家都是二、三層樓 以出租房屋為生 搬遷後這一收入來源也會中斷 當地政府並沒有打算與村民協調 只有不斷地派出大批保安人員 半威脅恐嚇村民 據瞭解 當地政府提出的賠償方案是 每人賠償面積80平方米 過渡費用來賠償面積80平方米 過渡費用來賠償面積80平方米 每人700元 三年內安置 如果沒有安置 依當時協商的賠償價格 進行現金置換 每平方米7600元 又報導說 這只是徵收成本顧量依據之一 如果在家宅基地、建築殘值等等 每人的安置補償成本100萬到150萬計算 合計至少80多億 而西安許將新取每年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 大約是40來億 而2020年債務餘額 已經達到275.46億元人民幣 負債大於收入的情況下 提出的所謂補償方案 恐怕又是一場空 趴在窗外聽法的少年 感恩師傅引領人生路 1993年11月 李洪志先生到安徽合肥 開辦傳功講法班 一位15歲的少年悄悄趴在禮堂的窗戶外聆聽 解開了心中的疑惑 走上了光明的道路 28年過去 如今人到中年的他 深深的感恩李洪志師傅 一起走進原建築設計師張進的修煉故事 受哥哥的影響 張進從中學開始就很喜歡氣功 在他心裡始終在思考著 人為何而來 向何而去 為什麼活著等人生終極意義的問題 他覺得 即便將來成名發財 終究難逃一死 這樣的人生沒有意義 因此他常常想去當掩飾 幾千年來 周圍的人也都是這樣周阿富士 跟何萬共產黨給我們灌出說人死如蹲滅嘛 那人生還有什麼意思呢 人死了就沒了 那人活著無論你做得好和不好都沒有終極的意義 哥哥對他說 氣功只要苦練就能練出功夫 但張進卻有疑問 如果苦練就行 那要是壞人也練出功夫來 去做壞事怎麼辦 而且 很多氣功師不講重德 只要求練動作 這讓張進一直徘徊在氣功的門外 1993年11月 李洪志大師 親臨安徽農業大學做代工報告 當時在合肥就讀高三的張進得知消息時 一下子就來了興趣 他力邀身邊的同伴一起去聽報告會 很快 張進的整個身心 完全被李大師的講法所吸引 特別是當他聽到李大師說 你要是不中德 不修心性 你不會練出功夫時 張進心中多年的疑惑解開了 他頓時覺得 法輪大法就是宇宙的真理 就是自己要找的高德大法 隨後 李大師在安徽教育學院禮堂 開辦傳功講法學習班 張進決心要追隨師父聽法到底 從小都是很靦腆的 很害羞的 從來沒有主動幹過任何事情 當我在這個聽完報告會之後 我覺得這就是我人生中要找的 就是我不知道從哪裡來的這種力量 就是說 我一定要把它聽完 相比起其他技工班幾百元的收費 法輪功對新學員的收費 只有區區50元人民幣 但15歲的張進還是套不出錢來買門票 在學習班上 張進逐漸聽明白了 人生的真理就是要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 走上反本歸真的道路 走上成佛之路 他興奮的不能自已 可是 幾堂課之後 禮堂旁邊的門突然被鎖上了 張進再也進不去了 著急的他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扇可以聽法的窗戶 他趁學員們走出禮堂上廁所的時間 進入禮堂 跟著師父學工 順便把禮堂的窗戶打開 就這樣 剩下的幾堂課 他趴在禮堂的窗戶外邊 堅持聽完了師父講法 尋道多年 真法難得 有幸遇上大法洪傳 又有幸聆聽李洪志師父親自傳授高德大法 張進特別珍惜 我當時在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幾乎可以從頭回憶到結尾 就像被刻在大牢裡面 正是出於這份珍惜的心 從那以後 張進一直都積極熱心地向人們紅傳法靈大法 也正因為懷揣著這份珍惜和感恩 張進從容地走過了被中共迫害 關入牢籠的八年殘酷歲月 無論在監牢裡 在流離失所時 或是在美國這片自由的土地上 不管身處何地 張進都不忘向人們 講述法輪大法的美好和珍貴 在5月13號世界法輪大法日 和李洪志師父70周年華誕之際 張進對師父表達深深的感恩 我想對師父說聲謝謝 因為在這個道德一日千里往下滑的現代社會 如果一個人沒有心法的約束的話 很難能夠堅守自己內心的操守 我都不敢想像 如果我不得這個大法的話 我現在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因為我可以看見我身邊的那些 那些在人世間為了名利而作惡的那些人 張進感恩師父 為了挽救這個世界 救度眾生所做的一切 他說 師父辛苦了 5月9號是母親節 遭中共關押的多名維權律師 卻仍不能和自己的家人見上一面 有維權律師的妻子在這一天 帶著孩子不遠萬里前去探視 也有律師的病重母親 盼望在母親節見兒子最後一面 5月9號 余文生的妻子許燕 在推特發文說 她在母親節當天 拜著兒子從北京前往南京探視余文生 這也是他們一家三口三年來首次團聚 5月9號 我帶著孩子 到了南京監獄見余文生律師 這是一天兩百零六天來 我們一家三口第一次探視見面 以前余文生在家的時候 那時候母親節就會買花 就會一起出去吃飯 甚至是買巧克力或者是去哪玩 余文生被關押的三年中 許燕和兒子多次遭到中共警察的刁難 但她表示 作為一個母親 無論發生什麼事 都會竭盡所能的先保護好孩子 這次到南京探視 她發現余文生在監獄的生活條件十分惡劣 不僅被安置在沒有空調的老殘奸區 放風極少 身體病痛無藥可醫 而且也不讓她打電話回家 許燕在推特發文說 她要繼續向有關部門投訴控告 希望余文生能早日回家 另一位山西維權律師常偉平 2019年因參加廈門聚會 被當局拘禁期間遭受酷刑 她舉報候審後 將相關信息發到網上 再次被警方帶走 至今仍無法與妻兒見面 這幾年 常偉平的妻子陳子娟 獨自一人照顧孩子和老人 還要四處奔走替丈夫申冤 因為這件事情的話 對我們家小孩還是造成了影響的 她回家之後 她說她畫一幅畫 然後畫上就是畫的是分線看守所 上面就是寫讓常偉平早點出來 這樣的話媽媽就沒有那麼忙了 常偉平被關押這些日子裡 陳子娟為夫維權 一次又一次的向司法部門控訴 卻得不到任何回應 他們都不搭理我 然後就是我提的各種訴求 要不就不歸他們管 反正就是讓我去找別的地方 就像這一次來說 我去審檢察院控告這個酷刑 和非法起政的問題 他們既然說這個再偵查的案件 是不歸給察員管的 是讓我去找那個偵查委員 然後我又去審公安廳去控告 他們就讓我交了材料之後 就是就意思就讓我走 廣西維權律師秦永沛的妻子鄧曉雲 母親節這天也在推特發文說 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婆婆 終於透過視頻見到了兒子 鄧曉雲說 秦永沛被捕已經542天了 法院一再拖延又沒有任何通知與說明 她常常擔心秦永沛在獄中會遭遇不測 全家人每天都在盼望著秦永沛能早點出來 自2015年7月9號 中共對維權律師群體展開大抓捕之後 超過300名律師受到波及 至今仍有部分律師下落不明 好 下面請看趙培為我們帶來的微視頻 大家好 我是趙培 2021年5月8號大陸媒體說 突發中國移動電信臨通宣布 紐交所維持退市決定 首先這個題目並不準確 因為這個事不是突發事件 今年1月6號紐約證券交易所就做了決定 要將中共的移動電信臨通三大通信公司摘牌了 但是這三家公司不服這一決定 同時向紐約證交所的委員會提出上訴 這個委員會只不過是在5月8號駁回了他們的上訴 維持了證交所監管部門讓他們這個摘牌的決定 所以這個事秉不突發 中共的三大通信公司早有準備 而大陸媒體對1月6號紐約交易所的消息進行了冷處理 很多人才會認為5月8號是一個突發事件 大陸冷處理的原因是 紐約交易所做出摘牌決定的時候 中共仍心存僥倖 覺得美國總統一旦換人 說不定能通過歪門邪道改變交易所的決定 結果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他們才會感到突然 但是這種敗局會有很多 中共你們會慢慢習慣的 其次呢 證交所的決定是摘牌 或者是除名這三家電信公司 他們不想退市 你也得有辦法啊 難道你們賴在紐約證交所當釘子戶嗎 這也不管用啊 股票交易所用的是電子系統 你那個名字都不如在上面顯示了 被拿下來了 你這個釘子戶也當不了啊 國內媒體為了模糊摘牌或者是除名的這個概念 故意說成是退市 好像這三家公司主動要求離開紐約交易所是的 其實不是 是被人家趕走的 所以準確的說法是中共三大通訊公司 被紐約交易所摘牌或者是除名 再一次 這個移動電信臨通 三家被紐約交易所摘牌之後 對中共意味著什麼呢 很簡單 就是不能騙美國人的美元了 大家知道 股票交易所一般意義上是一個融資場所 就是企業用它的股份換取大家手裡的美元 這三家被摘牌之後 就不能再利用股市 來坑美國人的美元了 就這麼簡單 但是他們能坑誰的錢呢 他們要回中國的A股 開始聘中國人的人民幣了 4月28號 中國電信就被披露出了一份 A股上市的一個申請說明書 最後大家肯定會問啊 這三大電信公司為什麼會被摘牌呢 原因是2020年11月 川普總統簽署了行政令 禁止美國人投資由中共軍方擁有或者控制的企業 根據這條行政令 紐約交易所在1月6號宣布 要在1月11號啟動對中共的這個電線移動通訊 三大公司進行摘牌的程序 這三大公司啊 當時幻想著拜登上臺能夠改變這一決定 所以開始上訴 一直把這個摘牌行動 拖延到了5月份 結果當然還是失敗了 那麼針對中共企業在美國上市全勤這個事啊 川普總統不光親屬了上述的行政令 傳聞呢 2020年7月 川普總統還要求美國金融的一個金管機構 就是證券交易委員會SEC 要在2020年底出台一個法案 要求外國企業必須遵守美國的會計審計規定 這個法案其實就是針對中共企業的 因為很多在美國上市的大陸企業 以國家機密為理由拒不提供公司的審計資料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雖然沒有按照川普總統要求的時間點拿出這個法案 但是還是在2021年3月24號出台了一個臨時最終修正案 要求外國企業必須在90天內提交審計資料 否則將會被除名 這個消息一出啊 在美國上市的阿里巴巴 騰訊音樂 愛奇異等等大陸企業的那個股價是大跌 這說明什麼呢 說明美國市場普遍認為 大陸企業的賬目都有問題 那麼節目的最後啊 我們希望美國的證券交易委員會 能夠嚴格執法 不要讓中共利用在美國上市的公司 去啟品美國人的美元 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微視頻 好 觀眾朋友 感謝您收看這一期的中國禁聞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 再會